刚刚有个姐妹说的情况 就是说丈夫又赌钱 不是赌钱 是喝酒、吃烟又夜睡 结果就晚起床 结果就常常回公辞 几十年都是这样 很困难 也都令到这个姐妹的心是很不开心 很愤怒 整天都在这个状况 跟那个丈夫说什么都听不到 所以在一个困境之中 听这种困境的情况 通常来说 就是这样听到 已经知道是很难改变 很难改变的时候 我们做什么呢 很多时候就是接受 接受就是说 在这样的情况 就是我说句话 就是make the best of what you have 你有的在这个情况 能够是最好是怎样呢 你看到 起码我见到你 现在你都肥肥白白 就是不是很肥的那些肥 就是不是那些瘦猛猛的那些 穿衣都漂亮 就是不是说 因为他没有钱 那应该会穿衣都 不穿得漂亮的衣 就是你都会笑 而且你会笑 他是有尝试和你沟通 他就告诉你 你说话柔和一点 我会听得入一点 这样 好了 如果是这样 你就多一点来这里 让你平均安静 就是你的心 如何接受到 你现在是一个困境 我都试过在困境 很大的困境 就是被骂很多 是啊 是啊 但是我的情况 我就学习到 不要放在心上 不用介意 不用顶嘴 不用回应 不用一定要 不用咬到公平 不能咬到公平 就是有时有些就是放 我不是用个忍字的 我是处理了他 就是我接受了他是这样 我就放手了 放手的时候 我只在神里面得安慰 得力量 我就不 就是不期望 在那些人身上得帮助 我只是期望神 所以你来说 就是如何在神里面有平安 而他既然这样说 那你就跟他说 你说 原来我说话温柔 你会听的 那我就试一下这样 是 试不到 试不到 那这个呢 就必定有那个生命才行的 没有那个生命呢 是做不到 那也都可以这样说的 很多夫妻关系 为什么不好呢 因为一方做得不好 另一方面就怯了 怯的时候就骂他 那么就 越骂他就越坏了 他越骂他就越不想回家 他越骂他就越放屁 所以你说 如果我有智慧的时候 我就怎样去和他沟通 找出个主理方法 所以这个就是 在夫妻关系呢 就有很多就是 一方面就做得不好 另一方面就怯了 结果是越来越差 但是当我们愿意说 我都愿意 放下这些重担烦恼 放下这些不开心 我不介意 我用柔和的方法 总会有一些出路 总会好一些 那有好一些 那你就感谢神 有进步一些 进步一些 慢慢进步 那就可以好一些 就是你这样想 那越骂呢 是永远不会有解决方法 而且你会越苦 我试一下 我试一下 从今天开始试一下 但是你一定有 在神里面有平安才行 你在神里面有平安 并且放手 很多事情都要有感染的 毛师姊姊 这位姐妹就说到 她用的方法就是 她丈夫不在的时候 就罵到她不得了 但是其实这个方法 神又不喜欢 你又不会有喜乐平安 但是用神的方法 你就可以有平安 你就会轻松了 其实《轻松得圣本书》那些教导 就是我经历很多困难的时候 我发觉原来这样处理 是可以处理到的 那我就这样来放手 就知道那些是垃圾 我就不吃那些垃圾 我会放手 就知道我们不能过来 我们不吃那些 我会放手 在死定的地方 就算了 我会放手 我会放手 就是我会放手 我会放手 就看了 我会放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